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一个贫困落后的闭塞村落 发展成如今远近闻名的高原苹果村 它是如何依靠资源优势 走出一条高原特色的苹果产业之路呢 现在苹果已经进入了丰收季 让我们去一探究竟吧 这儿是云南省丽江市宁浪县的药草坪村 我今天可是过来收苹果的 其实我们是跟着这个苹果收购车 来到了收购点 这儿可是苹果之乡的 你看 这边堆了好多苹果的 杜大哥 忙着呢 你来了 吃个苹果 吃个苹果 好好好 我刚刚还真的没有见到咱们这儿的苹果 都是在框里的 好脆啊 而且咬下去啊 汁水很足 那这些苹果咱们现在收完都要运到哪里啊 我们现在是上海 还有这个广州 北京都有 现在这一车要开到哪儿 这一车是发广州的 哦 对 这一车这辆也不小啊 三万多斤 药草坪村的苹果已香甜脆爽 闻名全国 每当苹果封收尽 便会吸引全国各地的采购商 在这个果能这个收苹果的时候 在村里面 我听说这边有一个 那个苹果呀 卖得特别好 卖得特别贵 多少钱啊 他们说三十多钱一个 一个呀 对啊 你这不是来这边了吗 帮我们找找 我们想采购一批 要是找到那个苹果 一定要告诉我 好好好 因为我们想采购一批 我这儿太忙了 没时间 正好你在这儿赚吧 行 千万不要自己把它给要了 跟她要告诉我 肯定会告诉你的 等一下 好 那我走了 好 这三十块钱一个的苹果 完全没有头绪啊 接到杜大哥的任务 我便开始了这场 寻找苹果的旅程 先走吧 药草坪村地处低纬度高原区 两千七百多米的海拔 超长的日照时间 较大的昼夜温差 为苹果的生长创造了 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 这里开始逐步探索 苹果产业发展的道路 开始大面积种植高原苹果 如今的药草坪村 苹果种植面积已达 一万七千二百八十万亩 产值高达三千一百九十二万元 苹果已成为村子的支柱产业 你们好 这是也在拍视频是吧 是的 咱们这个拍的是什么呀 我们是荣物体中心的 看见玲朗南部村的 这个药草坪村 它是我们宁浪县 苹果种植最大的一个村庄 然后我们每一年 苹果丰收的基地 我们都会过来 因为平常我们听到的 都是说这个地方的苹果 它是最好吃 最甜 最脆的 最可口的 那接下来大家是要去 哪个点拍摄 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吗 那不如跟我们一起去转转 慢慢感受 走下来发现村里的路 还是挺宽的 对 这个也就是这几年 才硬化起来的 以前的话 这条路是土路 然后像晴天的话 老百姓可以通行 还比较方便 如果遇到雨天的话 那就是只能背着背斗 用背斗把苹果背了 背到下面接上去了 那真的是方便好多呀 现在 你看这两户人家 是我们这里 可能住得最高的吧 他们现在可以 可以从门口 就把苹果运输出去 已经是通达条件 是特别好的 还真的是 你看这个水泥路 它是连着这户 人家的家门口的 这样车就是 行驶起来是很方便的 是 村里是不是有三十块钱 一个的苹果呀 这个村苹果太多了 你这样一说 我还一时想不起来 不过这个村里 有一个老陈 他从三十多年前 就开始种苹果了 然后最近两年呢 他又成立了一个 苹果合作社 村里有三十多户的 苹果种植户 都加入了他的合作社 我觉得你找他问问看 可能他更清楚一些 行 我得赶紧去了 好的 前今崎岖难行的山路 犹如一道天然屏障 不仅阻隔着 苹果的对外销售 也阻隔着外来收购商 滞销的苹果 让生活在这里的果农 苦不堪言 如今一条条平坦的水泥路 连接起屋户和果园 连接起村庄与外界 一箱箱苹果 从这里启程 奔向远方 这个深山中的村子 弥漫着收获的快乐 基础设施的完善 为药草坪村插上了新生的翅膀 这个曾经闭塞的村子 开始走向苹果产业 规模化 正规化的发展道路 一个个果香浓郁 甘甜味厚的苹果 重新挂满了枝头 就在这青山绿水间 你看这一颗颗 红彤彤的果子 就像山间的红宝石一样 这老乡们在采果子吧 我们要找的陈老婆 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这 我发现这边还有一些框 我们也拿一个 一起跟着去 这个框还挺沉的 有被带 好 走了 您好 陈伯是吗 是 我听说你们在这边采苹果呢 我也来帮帮忙 您家是从哪一年开始 种苹果的 八五 八六年嘛 哦 那果树也都有三十年了 嗯 陈伯那三十年前的果子 有这么好吗 没有 果子也挺长的 没有吃过好的 那果树有这么多吗 果树没有这么多 嗯 哦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一些人就不愿意住里有 他家的事以前就卖不住家 卡掉了 现在除复住起来了 是这位老乡吗 是 那我过来问问他 嗯 您先接着采着 您好 老乡 您好 我听说您家之前的果树还曾经砍掉过啊 嗯 是的 我听着感觉好可惜啊 那会儿是什么情况呀 主要原因是不通路 这个售价太低 嗯 售价低以后不划算 怎么住 怎么修剪 怎么施肥 怎么去输花输果 后期怎么包装 非几非逼 这种销售 这一条线都是出了问题 嗯 那您现在又新种上了多少 新种上了 已经种上有四十六亩啊 嗯 那现在咱们新种的这些苹果树 已经结果子了 像今年的话 这个收入怎么样 预计到一万一千 一千斤 哦 所以大概收入在三万左右 哎呀 从以前的六七百 到现在一年 三万左右 所以明年可能会更好了 药草平村的苹果 无疑是宝贵的 它凝结着村民们数十年的凝望 承载着果农的寄托 多与憧憬 像这一筐装满的话 有多重啊 有六十七十斤的 我看我能不能飞起来 天哪 好 好 怎么样 哎呀 天哪 这样都站不住了 不行 我站不住 好 你们是在帮忙抬着是吧 是的 你们松一下试试 我们松掉吧 松一下试试 好 收到 好 谢谢陈伯 其实陈伯一直在帮我这个 加的这个重量 我试试看 哎呀 不行不行 我怕伤着这个苹果了 我现在真的是寸步难行 还是把它放下来吧 那这一筐一筐收好以后 苹果要送到哪里去呢 收到茶里面去的 老扯他的儿子在外面打批了多年 而回家 他就把了一个苹果 销售的一个地点 一个合作社 我跟着一块去看看好不好 好 从2016年开始 随着药草平村苹果产业的一步步发展 许多在外务工的年轻人 纷纷回到家乡 成立苹果合作社 种植技术的视野打开了 管理标准指定了 统一的采购与销售 便捷着果农 还能在合作社工作 谋取一份收入 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从种植管理到包装销售 如今的药草平村 已经逐步完善了一套 产供销的产业链 村子焕发出新的活力 你好 你好 我听说你也是从外边回来是吧 是的 一两年从立家回来的 当时怎么想着要回来的 当时我原先是在立家开的快店 然后父母打电话说 家里的苹果卖不多 卖不出去 然后让我回来 家里帮忙卖一下苹果 那这个合作社是 从什么时候成立的 是我从回来之后的第二年 17年开始成立的 是谁牵头成立的 是我自己 刚成立的时候 有几户村民加入 刚成立的时候 已经要亲戚十来户这样子吧 现在呢 现在仅近四十户 已经扩大了好几位了 今天这个采过来以后 大家这是在忙什么呀 这是悬果 把坏的那个挑出去 好的那个悬机来 然后又把大的小的 那个要飞出来 然后进行不同包装的 包装然后就要进行销售出去 几位也都是我们的村民是吧 是 那这挑选的时候 有什么讲究吗 还是有的 一般比如说是 猎果 山果 还有些人为的弄破的 都要挑选出来 另外还有苹果的大小 银色各方面都要选一下 我听说是有三十块钱 一颗的苹果 我也听说过 当局没看见过 我朋友有个叫李阿姨的 他在那边 每天都放好多货 是吗 那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有没有用 好 他家是哪个方向 这边 往这边走 好嘞 我们后面那里 这样一个藏在大山深处的村子 短短几年间 由过去的人均纯收入2800元 上升至12500元 户户增收 家家支付 村民们享受着大山的馈赠 并用勤劳的双手 牟取着自己的无限可能 更有一些果农 利用互联网的便利 建立了自己的电商销售渠道 你好 打扰一下 是小李家吗 对 打扰打扰 我刚刚是听陈大伯 说请您专门过来了 你们好 欢迎 这是在忙什么呢 现在 我们在装苹果呢 这是直接在家里面就包装了 对对对 我也一起学一学 好好好 现在咱家有多少客户了 我手机里面有两万多的那个微信 朋友圈 微信粉丝 我有两个微信 一个微信可以抓一千一万五嘛 一个微信已经满了 另外一个已经在慢慢的这个养耗了 现在您的这些顾客 最远的他们都是从来自哪里的 最远的就是香港的 我那个香港的顾客 他教到我的时候就给我放了我朋友圈景品了 我朋友圈上面的一个图片 就是弹心状的苹果 然后他为我说 哎呀 苹果妹你家的这个苹果怎么长这样是坏了吗 然后他就这样为我 然后我说没坏呀 这个就是我这边的高原苹果的特色 我就从这个苹果 纸一点点汁 然后测一下 让你们看一下咱们的这个苹果 有多甜 好嘞 18.8 这应该是比较高的吧 这只是一般的 就是最低的就会在16度 最高能在20度 但是我们的糖肺这么高 它也不腻 一点都不腻 这个吃起来非常的清爽 从未走出过云南的李尔英 却在网络里积累了数万个 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资源 每年苹果成熟季 来自网络的订单 就将他的苹果订购一空 在药草平村 多元的销售模式 改变了传统销售的被动局面 他们足不出村 便能及时地将苹果销售出去 我听说咱们村里面 苹果最贵的一颗能卖到30块 家里面有吗 没有 我自己是没有 我们村那边有一个做电子商务的 他那边每天卖的苹果挺好的 我们所有村里面的苹果也都在那里发 他知道的比我多 你们可以去那里喂喂看 我去打听打听 好 那我赶紧去那边看一下 你不要着急啊 你拿几个苹果在那里面上吃啊 拿几个嘛 拿几个 不用不用 这苹果非常好听了 拿几个 拿几个嘛 不用不用 赶紧忙 赶紧忙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因为我听说啊 村民们的货呢 很多都在这个快递点往外发 所以我觉得在这儿没准能找到的 我已经联系了这边的李大哥 李大哥 你好 小刘 忙着呢 忙着忙着 这是正要装车发动的 这才装车 今天要发多少 今天加起来差不多有500多搭吧 500多搭 您的这个快递点 这是有多少年了 开了 我是一半年开始的 一半年开始 刚开始的时候是一天就是纸搭 甚至两三天才会一搭 现在多的时候就 多的时候一千一千都打到一千多搭 就是这样 一千多单的话算下来得有多少苹果了 这是一万多基 一万多基苹果 所以这是直接带动了 每家每户这个收益的增长 是是是 这个全国电子商务事发现贸 做进农催 这个来了 找到我家了 就是在这个地方要睡个点 这个快递点一年 给家庭的这个收入能增加多少 可能现在差不多在 加起来这个快递一年 在30万左右吧 30万左右的这个收入是有的 那还不错了 对 不错的 哎呀 这一开始来看您这儿 忙着热火朝天的 是 我就直接很感兴趣 我都忘了我今天主要是来问 咱们这边有没有30块钱一颗的苹果呀 是的 您这儿发货多应该是能看到是吧 我这里的话就是暂时没有 但是我听说我上面有个那个团队 这是团队嘛 在住苹果 他们说这个一个苹果卖到30块钱 好 这个事情是有的 我就去那边找了 对对 好的 谢谢 谢谢 好吧 通过几年的努力 药药草坪村树立起自己的苹果品牌 如何让这高原苹果产业更有活力地延伸和发展下去呢 药草坪人不断地思考和琢磨 他们引进了外地的技术团队 并且把山间闲置的土地荒地 开垦成井然有序的苹果园 让传统种植走向产业化 科学化 并且不断地提升着苹果档次 强化着品牌形象 李大哥让我来这地儿 你看这果树这么矮 我觉得也不可能有30块钱一个的苹果吧 我们还是先过来看看 您好 是张大哥吗 你好 是张大哥 这边这些这都是玉的苗吧 果树还挺矮的 我们这种是矮化密质的种植方式 我们这已经挂了两年的果了 接了两年的果子了 对 已经挂了两年果了 可是看起来你看它的树干树枝 都是细细瘦瘦的 我觉得可能也挂不了太多苹果吧 我们这一棵树封产的时候 一棵树是可以达到120个果 120个果 对 而且果型基本上可以达到85以上 都是一些大果 85以上大概是多大 85以上基本上就是8两以上了 一个苹果都有8两以上 85以上就是这种 而且120个这么大的果子 我现在都很难想象 这棵树它可以支撑那么多的重量 张大哥 那咱们这个矮化密质的果树 在这边有多大面积 我们现在已经种下去的 就是刮果的已经是1238亩 就都在这一片是吧 对 都在一片 我带你逛一下嘛 好 这个数字化控制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 都是通过这个树下的这些管道 我们这个管道里面有那个什么 一些检测系统 商情预警系统 还有我们里面有一个水肥一体化的一个 自动化的一个设备系统 所以就可以实现这些精准化的控制 在我们这个村 就是平地 平原的地方太少了 基本上都是这种坡地 所以我们公司呢 也愿意做第一个尝试了嘛 就是坡地的这种矮化种植 下一步呢 通过我们的这些大家共同努力嘛 把我们整个的品牌再提升一个高度 这就是我们未来想打造的三品了嘛 从品种到品牌到品质 这些三品全部打造起来 这样一支年轻团队 通过科技研发 不断赋能苹果产业发展 他们和药草平村的果农一起 以前瞻的眼光 坚定的信心 不断创新 不断实践 不断生耕 在这片高原之上 拨洒长久的期望 对了 姜大哥 我今天来还有个任务 就是要找一下 咱们这儿有三十块钱一个的苹果 是什么样的呀 就在我们这里啊 走 我带你进去看吧 我还来对地 好 对呀 走走走 好 您看这就是我们三十块钱一个的大苹果 我可算是见到了 这个苹果个头可挺大的呀 对呀 这得有多重一个 差不多有一斤 为什么它就值三十了呢 就是我们的种植海拔区域 在两千七百米以上 然后这个日照时间呢 今天日照时间是两千七百九十二个小时 这个日照时间很长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边的走外线也很强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水呢 是真的天然的矿泉水 灌溉 我们的水的偏续值都达到七百六到七百八 这种弱减的矿泉水的灌溉 所以说再加上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药草坪村的这个苹果的种植区域呢 也远离城市 远离工厂 还有呢 就是你听这个声音 这个别脆 我这个好像没你那颗脆 还有呢 第三点呢 就是看从果面 这个果色来看 也很那个红中带黄 带黄这种 这就是我们调音红这个品种的一个特色了 学到这个小技巧了 我给你切开 尝一下 哇 你看这个果汁 对 它已经溅出来了 对 看 好漂亮啊 我们一般吃苹果的时候都会让对方远离一点 因为这个水分会溅到它 最重要的是啊 这是扑鼻而来的那种很浓郁的果香啊 对 你尝一口嘛 我们直接这么吃 哇 感觉这是捧着一盘糖心 来 小心啊 别溅到镜头上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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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听那个声音 脆脆的 好像更脆一些 现在就感觉好像是有一股清泉流到心尖的那种心情啊 而且你有没有感觉到这种 就是你入口了以后这个回甜 诶 尘尺间的这个回甜 很绵长的那种 嗯 我今天呢 我今天呢其实就是帮说购点的杜达哥来找这个30块钱的苹果了 嗯 这个味道吃下来我觉得拿给他我肯定是原版完成任务了 一个苹果 嗯 一份希望 更是我们的一个梦想 嗯 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很美的纪念 对 在这高原之上我也留下自己的一份祝福 希望药草平村的苹果一季季丰收 不断地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 因为我的名字也有水果 那就写等苹果的姓吧 好 等明年苹果收获的季节 大家一定要过来吃哦 几年来 药草平村从最开始的基础设施建设 一步步探索 一步步完善 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高原苹果产业之路 打造出独具特色的产业链条 这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苹果 离太阳很近 离城市也不再遥远 它承载着药草苹果农闷的致富梦 承载着药草平村高原特色苹果产业的发展路 在山的那边闪耀着温暖着 杜大哥 哎 刘静 你看 哇 你真找到了呀 哇 这苹果 是这样的吗 对对对对 就这个苹果 就这个苹果 这个苹果一斤多 是 它这个个头相当可以了 对 这个苹果你哪找到的 就在村里面 就在村里面 杜大哥 我觉得其实你让我找这个苹果的过程 真的是让人感觉收获是最大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就把这个大苹果送给你了 是吧 现在村里面很美吧 嗯 那个 这个等苹果花开的时候 你一定要来 嗯 更美 哇 那时候天更蓝 然后花特别漂亮 到那时候你一定要过来 嗯 然后这样啊 我今天在发车 要忙 我先去忙 好好好 好吧 然后你一定要常来 有机会肯定来 好 赶紧忙吧 谢谢杜大哥 好 其实以前啊 我只听说 大家都管小梁山这边的苹果 叫丑苹果 走了这么一圈下来呢 其实我觉得它一点也不丑 甚至是格外入心的那种香甜 所以真的是舍不得 我的这一趟寻找苹果的美丽之旅 就要结束了 不过还好 这些满载苹果的大货车 即将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将药草坪的这份甜蜜 带给更多人